我們現在請主委 請陳主委 主委 是 這是你昨天給立委辦公室的報告 裡面有兩頁是你今天的報告沒有的 就是關於這個什麼2007年到2019年這個假資訊的訊息 你這邊講說2018年是55件加N 然後你把這55件也列出來 今天為什麼這個報告55件被拿走了 二哥委員直接來說明是 因為裡面我們當初在整理的時候 就分成假消息假訊息 假新聞跟所謂的爭議事件 那裡面有些的爭議事件不代表是假消息 所以要拿掉這第一個說明 主委我這邊講就是這樣 當你把55件列出來的時候大家就會檢視 大家就會問說那農委會當然有專業 可是有沒有這個專業能力來判斷 什麼是假新聞 我知道你昨天很辛苦 我們的這個主任黃秀美 主任嘛 還到處去留言道歉 你去黃國昌的臉書那邊留言道歉 去這個不禮貌鄉民這邊 因為不禮貌鄉民是在幫你們做澄清嘛 結果你們把他當作什麼 所以我坦白講就是我們在上面 比如說不禮貌鄉民團 他是在幫我們澄清所謂的揮作主恩 有人在自導自演那個部分 只是我們的文字在上面呈現55件裡面 造成這樣的誤解 所以我當然第一時間要昨天晚上就要跟他們道歉 等一下是幫你澄清 結果 那我現在再講一件 江黃池 你們也認為他是假新聞 江黃池是有名的國際法學者 他在講是台灣遠洋漁業的處境 我們漁民如果被其他國家扣起來的時候 所受的待遇是什麼 是我完全同意我跟江老師也非常好 所以 所以我才要把他拿掉是因為我們當初在整理的時候 主委我的意思是說 你勇於認識齁 我想立法院都會支持 只是你55件列出來 然後你過一個晚上55件全部拿走 那這55件都不算數了嗎 其實 我跟委員 包括不只這55件 我可以重新來整理 不是來指責你 我只是跟你講 第一個 這是很專業的事情 你不要請你秘書處主任 會整一下 出錯以後 又請他去 臉書上留言道歉 你等一下 我們主任是不是要去江黃池那邊 去跟他道歉說 他其實不是假新聞 他是一個評論嘛 他是講我們漁民的處境 他講的這個所謂 這個非 這個比罪犯待遇還差 他是講我們在其他國家嘛 對不對 你要去理解有沒有這能力 當農委會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要想一下 你有沒有這個專業能力做這個事 否則 五十五件加N 昨天拿出來 今天又把它收回去 這個進退失據啊 沒錯 我同意許委員所講的 這個就是我自己 督導內部的作業不周 我們只會整個單位上來 我的單位主委你衝很前面齁 整個打假新聞最後 因為你衝得太急了 缺乏專業 結果就破功 這樣子整個政策方向 搞不好因為你而受阻啊 同意啊 所以我們要檢討 這個我 當然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尤其是送到國會殿堂的書面資料 竟然是這樣 我自己當然覺得很丟臉 我自己督導不周啊 黃國昌是委員 他有資料 他立刻出來 你們去道歉 我現在比較擔心了 那其他五十五件 所以 有沒有誤殺的 這邊一早我有說 真的很抱歉 所以我們今天的資料 是不是用今天的簡報的更新 不要只針對黃委員 也不要只針對這個不禮貌鄉民 我覺得主任也很辛苦 不要到處去留言道歉 而是你在做的時候 要想清楚 你的標準 你的專業能力 有沒有到那個 否則你隨便去講 一個農委會出來講 這是假新聞 這是很強的指控啊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徐委員 謝謝陳主委 謝謝